你好,欢迎来到美之一书 焦虑、失望、愤怒 这些情绪在这个时代肆意横流 让你日常烦闷的可能是生育问题 那也可能是躺平与内卷之争 或者一缓关系紧张 而当闲暇时刻 比如睡前刷了刷手机 你可能又会被全球化遇朗 国际纷争叠起 或者是种族主义泛滥而担忧 所有这些问题听起来各有原因 而且相距甚远 但实际上它们都源于同一个根源 就是原有的社会契约已濒临极限 对我的说法也或许有质疑 但可能没大概得到我的意思 那我再解释一下 但是这得从社会形成的本质说起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曾说 在现实意义上 所有的生命都是相互关联的 所有人都处于无法逃避的相互依存关系中 被束缚在同一章命运之王里 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写过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那世中说啊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刻意自权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这些观点和看法呢 在全球化的时代更为凸显 那相信你也很清楚 人的社会性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 人们把为过去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利益 而自发形成的相互依存 称为社会契约 那直白点讲啊 就是在实现人多力量大的同时 所有参与者也都能从结果中获益 不过呢 相信你肯定也发现了 我们越来越生活在只能靠自己的社会当中 那当然只能靠自己啊 是加了引号的 没有人能真正脱离社会生存 可是现在呢 很多事情就比如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些 确实会让人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 难以将信心和希望托付给社会 那么社会契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该怎样应对注意情况呢 这都是今天解读要说到的内容 本书作者米努什·沙菲克 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 曾历任世界银行行长 英国国际发展部常务秘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英国央行副行长等重量级职位 那除了在公共政策领域 沙菲克在学界也有一席之地 在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之前啊 他还曾任教育乔治敦大学 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并且他于2015年获得了 大英帝国司令伸张 那这本新社会契约呢 是沙菲克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 他一次从育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代际冲突 这六大民生问题介入 指出现在全球普遍的失望情绪 是源于技术变革、人口压力、女性角色的转变 环境问题等所导致的传统社会契约的失灵 那接下来啊 我将用三部分内容来说说沙菲克对社会契约的重构 所给出的建议 首先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谈论社会契约的重构 其次 好的社会契约是否会让所有人感到舒适 最后 构建新的社会契约有哪些阻碍 咋好 这就先来看看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谈论社会契约的重构 在古代人们会在家教育子女照顾生病失业的家人 而如今呢 大多依靠学校、医疗机构和由政府支付的失业补助 那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现代人更被期望在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年阶段 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 同时作为交换 他们在年幼时接受教育 并在生病失业或年老时得到救助 人们对社会的期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生巨大的变化 那当下呢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直到二十世纪末 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社会契约 一直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 即家庭中 尤且仅有一名男性养家糊口 女性负责照顾子女和老人 那一般还存在这样的假定 就是人们一旦走进婚姻后就不会离婚 并且只在婚后生育 人们职业稳定 电动很少 在学校得到的教育 及学到的技能 足以受用终身 大多数人只有几年的特休时间 而老年的生活所需 由家庭提供 不用我说啊 你肯定也清楚 构成原有社会契约的这些基础条款呢 在当下这个时代已经被瓦解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 科技创新带来了爆炸式的跃进 学习成为了终身需要关注的事情 而任何工作都不具备绝对稳定 另外 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国家的人口结构 现在呈现出严重的老龄化趋势 亲生儿和女性是补充劳动力的两大来源 当年世界一半的女性受购于劳动力市场 并且女性就业率几乎在全球都有增长趋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估计显示 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性跌差距能使劳动者得到更有效的配置 这不仅能增加经济产出 还能提高整体生产水平 比如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就已经认识到 促进更多女性就业和缴纳养老金 对赡养老龄化人口至关重要 而现在各国所面临的普遍问题是 不论是对待技术性事业人群 还是女性权益都缺乏与之对应的共识和政策 那这正是一些地区民粹风潮泛滥和性别对立严重的根源 所以答案就很清楚了 使技术和女性角色的转变 瓦解了原有的社会契约 显然机会平等的概念 居于大多数人期望的核心 对机会平等缺位的感知 是很多焦虑和不满情绪的重要根源 那么如果社会契约得到妥善崇高 人们就会开心起来吗 第二部分内容就来说说 好的社会契约是否会让所有人感到舒适 作者沙威克从育儿教育 医疗就业养老代际冲突 这六大民生问题切入 细致分析了重构社会契约的办法 那其中的核心手段就是 社会通过税收等转移支付手段 对不公平的领域予以修正 比如在给予女性更长产假的同时 也能通过刺激政策让企业不排斥女性 充犯职场 或者在教育和作业方面 社会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免费学习机会 显然这些事情很考验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但在能力之外 还有一种情况极可能会引起争议 比如人们因为吸烟饮酒 缺乏锻炼饮食欠佳 或者是不按时服用药物和接受治疗等情况 产生了大量的医疗成本 然后社会就不得不以提高税收的形式 将代价强加在别人身上 那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那么社会是否有权利去干预人们的不良行为呢 显然不可能所有人都赞同这种家长式作风 我认为个人自由被损害了 英国哲学家约翰·斯托亚特·穆勒说 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观点 真正的自由意味着 只要不危害他人 个人就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 而这个问题在于 现实情况很复杂 我们很难一刀切地去认定 某件事能否危害他人 所以沙菲克认为 社会可以对个人提出分等级的要求 最高等级是发生传染病或者流行病史 这种情况明显涉及公共利益 因此国家完全有理由采取 可能会凌驾于个人偏好之上的强力措施 比如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而实施的强制封锁 限制出行 佩戴口罩等措施 那就属于这类例子 次一个等级涉及的是 不具传染性 但可能会对社会上其他人 产生影响的行为 比如吸烟或者是肥胖 那刚才已经提到我 这些行为会造成更高的医疗支出 或者是福利保障支出 对于这类事情 社会可以给予一定的引导手段 比如说税收作为证明是十分有效的 一项研究发现 在美国对每盎司含糖饮料 征收一美分税 那可以在十年内 节省230亿美元的医疗成本 所以呢 重构社会契约会塑造更公平的环境 但并不会使每个人的每个行为 都随心所欲 因为社会契约的构建与存续 是建立在我们对彼此承担 一定义务的基础之上 听到这儿啊 你可能会认为 重构社会契约并不难 只要政府有所作为就可以了 但实际情况要远比你想得复杂 今天要说的最后一个内容就是 构建新的社会契约有哪些阻碍 许多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 不是政府的意愿 而是政府满足公民期望的能力 这是非洲 拉丁美洲 中东和南亚等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而对于很多发达经济体来说呢 与其说是国家能力不足 还不如说是各个利益集团间的政治僵局 导致了问题改革难以推进 操纵行动计划 油水和赤裸裸的腐败 那都会阻挠改革 沙培克认为 对这些发达经济体而言 判索安全的数字投票方式 无疑是接下来重要的一步 但显然 不论在哪种经济体 只有先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体制 才能拥有重构社会契约的可能 那当然了 只靠政府和政策也是不够的 社会契约还需要在社会文化和家庭内部得到改变 来自66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显示 女性在无常家务劳动上所花的时间 是男性的3.3倍 例如 37%的印度男性称 自今每天都会照顾子女 但是只有17%的印度女性称 男性会参与其中 在巴西 这种悬殊更大 39%的男性称 自今每天都会照顾子女 而只有10%的女性表示 情况确实如此 所以虽然女性受教育程度得到提升 就业选择更多 但在世界各地 一旦女性育有子女 她们就会退出劳动力市场 或者是换一份报酬更少的工作 这种情况呢 不可能仅依靠政策就获得改变 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在文化上预以引导 比如北欧国家就与上述国家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北欧的社会契约的特点是 女性就业率高 公共支持 较为慷慨 男性承担了更多无常劳动 也就是说 构建新的社会契约的三个要素 一是国家的能力 二是包容性政治体制的建立 三是改变原有社会文化中的 不适宜之处 那这三个要素啊 不论缺失了哪一个都会给重构社会契约造成阻碍 那好 到这儿啊 今天的解读 那好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回顾 随着时间的改变 原有的社会契约失去了存续的基础 如果不尽快去构建新的社会契约 人类社会可能就会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 而构建新的社会契约呢 除了需要一个有所作为的政府 也需要每个人改变认知和行为 共同营造更公平的环境 那具体来说啊 就是建立包容性的政治体制 改变原有社会文化中的不适宜之处 建立包容性的政治体制